当人们告诉我某种狩猎蛇的动物时,我想到的是蜜花,蛇蒙,甚至是眼镜王蛇。 总之就是任何动物,但绝不是蜘蛛。 此外,蜘蛛通常只捕食,其体型范围内的各种昆虫和其他小型生物,但这一种蜘蛛不同。 圆网蜘蛛是一种巨型蜘蛛,它能编织直径长达3.3英尺或更大的巨型网。 这个物种有巨大的磁蜘蛛和非常小的熊蜘蛛,但最重要的是它们的体型使它们对食物选择非常挑剔。 它们有时会直接把娇小的猎物从网上丢掉,等待更营养丰富的小食物。 如果它们得到一条蛇,圆网蜘蛛的毒液可以轻松地应付蛇类。 这些蜘蛛认真地把蛇当成小蝴蝶一样吃掉,而且有时候连鸟都会被它们的蜘蛛网给缠住。 实际上,当你深入研究这件事时,你会发现相当多的蜘蛛都有这种不寻常的饮食。 而且,科学家还发现,至少有11种不同的蜘蛛家族以蛇为食。 这些蜘蛛中,有些是在地上寻找猎物,有些则依赖蜘蛛网。 但在我看来,蛇需要尽可能远离的最危险的蜘蛛,是澳洲的黑寡妇蜘蛛。 它有相当特殊的口味,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非常小的生物。 想象一下,一颗糖果大小的东西就能杀死人类,蛇类也有危险,就不足为奇了。 黑寡妇蜘蛛的毒液足以祭祷东部棕蛇。 这是世界上第二毒的毒蛇,体型也比小蜘蛛大30倍。 黑寡妇蜘蛛的网经常悬挂在地面上,因此蛇可能会无意中爬入其中。 然后,它使用更粘的丝,完全制服了挣扎的猎物。 然后,就咬几口猎物的头和身体,用网裹做猎物,再带到一旁慢慢吃掉。 这并不是孤立的案例。 有时候,甚至科学家和普通人看到黑寡妇蜘蛛捕抓东部中蛇时, 简直不敢相信它能吃下这么大的猎物。 当然,这些蜘蛛的贪婪和致命性是令人惊叹的。 你其实可以预料到蜘蛛是血腥的。 还有,你们觉得这只鸟看起来是个残忍的杀手吗? 体重只有60克的柏鸟鸟,却赢得了屠夫鸟的绰号。 因为它会用有刺的树枝和铁丝网把猎物刺穿起来。 这是储存食物的好地方。 特别是在猎物稀缺时,需要囤积食物的时候。 不管是蝗虫、麻雀、猎齿动物、蜥蜴,都是柏鸟鸟的猎物。 当然,还有蛇。 是的,蛇类也是柏鸟菜单上的一部分。 不仅是无害的小蛇,还有长达三英尺的葵蛇。 想象一下,一只小小的屠夫鸟对抗一条有毒的蛇。 但这只鸟居然战胜了。 老实说,我对老鹰是没有任何怀疑的。 它看起来像是能够杀死并吃掉蛇的动物。 但不仅仅是杀死。 我发现一只老鹰把一条蛇扔到一辆汽车上。 我们都知道,路上经常设有提示牌。 告诫人们,野生动物可能会冲到路面上。 看来澳洲需要提示牌,来提醒人们注意老鹰会往下扔蛇。 不清楚鸟类是否真的会瞄准汽车。 或者是想把猎物扔到地上杀死。 但有些鸟类实际上会这样做。 例如,路科鸟类,会将蛇从树干或岩石的硬表面上扔下来,以使其昏迷。 当蛇已经没有力气反抗时,路科就可以一口吞下它。 这似乎是合理利用自己技能的方式。 如果你有毒液,你就会用毒液杀死。 如果你会飞,你就会利用重力。 根据这个逻辑,肯定还有某些动物是用岩石蛇的方式来捕猎的。 而短纹饿的主要猎杀方式,就是岩石猎物。 它用下饿夹住猎物,然后猛烈地摇晃。 这样可以把猎物的骨头折断和粉碎内脏。 而水,则会完成其余的工作。 此外,短纹饿的菜单中包括各种蛇类。 从乌都的缅甸芒,到非常危险的毒蛇都有。 阿温发现,在水中待的时间越长的蛇, 越能够屏住呼吸,以避免被捕食者发现。 例如,圣然可以屏住呼吸10分钟。 而海蛇则可以屏住呼吸2个小时。 当然,海蛇是不可能被鳄鱼捕捉到的。 鳄鱼潜水时,通常能在水下停留10到15分钟。 但如果它们有需要的话, 它们可以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,生存长达2个小时。 而短纹饿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好。 它们在正常情况下,可以在水下停留20-30分钟。 在必要时,甚至可以在水下停留一天。 因此,如果短纹饿想咽死蛇,它完全有可能这么做。 现在,是时候谈论那些看起来只要它们想,就能做任何事情的生物了,就是蚂蚁。 随着我们对蚂蚁的研究热议深入, 我们越来越相信它们有可能创造出自己的超级文明或接管世界, 只是因为它们不想而已。 那么,如果它们想吃一条蛇,有什么能阻止它们呢? 曾经有一位动物行为学家,目睹了一群美洲蚂蚁,如何攻击和吃掉蛇的尸体。 还有许多其他报告表明,蚂蚁可以联手攻击和杀死蛇, 然后把蛇撕成碎片。 那么,为什么毒蛇会被蚂蚁攻击致死呢? 最有可能的是,蚂蚁使用了一种毒素使毒蛇麻痹。 这是一种典型的攻击策略。 好的,那么海蚂蚁是怎么捕杀捕猎它们的毒蛇呢? 通常是毒蛇正在吃它们的时候, 大家应该对海蚂蚁不陌生吧? 它们最初来自北美洲、中美洲和南美洲, 但后来被引进到了澳洲,并成为当地蛇类的杀手。 此外,海蚂蚁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 它们只是过着普通的蚂蚁生活, 而蛇只是它们的猎物。 但问题在于,海蚂蚁是一种非常大的两栖动物, 可以把毒蛇的嘴巴卡住。 当毒蛇试图吞咽海蚂蚁时, 有可能会被海蚂蚁的毒素反杀。 所以,即使不需要动,海蚂蚁也可以轻易地杀死毒蛇。 但在今天的影片中,我最喜欢的蛇杀手是蛇旧。 不仅因为它看起来非常有趣, 还因为它具有独特的猎杀方式。 这种蛇类最出名的特征之一, 是它们的头部周围的羽毛。 蛇类是这种鸟类的主要食物, 但它们不像其他鸟类那样服从攻击。 它们是在地面上狩猎,用脚攻击猎物的。 狩猎过程中,它们的动作就像在跳舞一样。 这些鸟用如此强大的力量踩在蛇身上, 以至于蛇在一瞬间就被踩死了。 蛇旧的攻击速度非常快, 脚和蛇之间的接触时间平均只有15毫秒, 大约是斩缘的十分之一时间。 这些鸟的攻击速度之所以那么快, 是有原因的。 因为当你饮食中有毒蛇时, 攻击速度不够猛烈或快的话, 就可能被毒蛇咬死。 好的,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 感谢你的观看, 如果你喜欢,请帮我点赞分享。 谢谢。 полов个问题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